大家好 今個星期港股都算是相當不錯 亦都突破了近期左力區間28,800的位置 亦都重新回到100天線上 暫時連續三天站穩了 可否再高一線呢 暫時市金鑽踢上來 最主要當然是要靠內地的上升動力 另外就是在替人民幣的相對美元繼續走強 這一點也觸發了內地股市 好像今個星期漲幅比較厲害的一個本周 當然看看到底內地方面會不會對人民幣方面 有一定的升值期望開始有少少轉向 但當然港股既然能夠繳分29,000附近 其實暫時下一步上市還有機會是29,500 若果再樂觀一些或者內地股市再吸力再上 可能再樂觀一些就可能在29,800至30,000 但去到這個水平我相信阻力會再次明顯 因為至終去到今年 三月份其實就接近29,800至30,000點這個區間 其實阻力就比較明顯 亦都比較多的總貨區有一個阻力 所以我想如果接下來六月份的上衝 如果有機會試到近3萬 我覺得都不妨可能會有一定回吐的情況出現 而下面支持位暫時放在100天線附近 28,800附近 現在市場氣氛當然今天就炒回內銀股 或者本地銀行股份 當然大家是找一個追落後的理由 主體當然大家可能關注的就是科技律股份 何時會站定 但氣氛暫時還未這麼快轉強 因為始終好像見到重磅的一些大隻的藍籌 或者科技律股份 暫時說還是一個整股格局 所以我想整體氣氛上 可能會偏向一些雲的相關股份 或者物館的提材性股份 但今個禮拜比較上突出的就是車股 車股當然不是太多的利好消息 但若果股值上已經變得吸引 所以亦都有資金在低位做你的追捧 以及傳統的藥業股份 所以我想下個禮拜 可能都會維持一些傳統藥業股 以及車股會比較上跑領大事